非常激动 一个暑假都在判的这个事情 千里奔喜 过来看了三星堆 感觉是值得的 看的还是很过瘾 如果你过来见到这些新闻物的话 一定可以满足你最大的好奇心 因为我是三星堆迷 我看过很多次 这一次呢就是 昨天刚一放票的时候 就在网上订到了 我们本来还在桂林阳朔 订到票以后 然后就千里奔喜 过来看了三星堆 感觉是值得的 你今天看了这些之后 喜欢哪件 我觉得我在这里最喜欢的 就是那四件 在三星堆这博物馆里面 禁止出进展的那四件 最好玩 特别是最后的 青铜神树 我感觉就是 虽然没有特别完整 但是非常的有意思 一些神鸟之类的 都刻得比较 比较精细 感觉以后 长大之后还要再来 看看会变成啥样 现在只是出土的 还应该只是冰山一角 是昨天晚上预约的 晚上的 对对对 然后呢 然后今天一早就过来了 对临时决定的 非常喜欢那项 尤其是对三星堆 他觉得他以后要 例子要过来工作 在这儿 是的吗 你想要在三星堆 做考古还是做什么工作 我想在这里当考古学家 就是把他们怎么来 怎么去研究清楚 他们为什么要祭祀 祭祀些什么 还有更多的这种青铜面具 首先呢 我们这个博物馆呢 变得比以前大多了 比如说在楼下的一号馆 从1929年到19 到现在的星空发掘里面 好多的信息 比如说多少人去全城的参与它 一代代考古人士 付出了多大的努力 然后给了我们一个立体的 完整的三星堆的一个发掘历程 这个在之前的劳观里面 其实我们是看不到的 都有很多文物都是第一次 比如说我们身后能够见到的 这一件被预批好的文物 其实之前我们见到的 都是它每一部分的样子 然后它被真正的合体 站在这个地方 这个还确实还是第一次看到 而且楼下现在也出了好多 以前在各种的报道当中 都从来没有提过的一些新文物 所以如果你过来见到这些新文物的话 一定可以满足你最大的好奇心 我们下期再见 这个也是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